这是小玉平的生命远动力 一杠旅游 28年来小玉平从其生活规律 听话且文静 却在一次翻阅天下场之间 发现了深藏在他心灵中的那一股远动力 然后远动力叫做微笑319 让他毅然决然地拿起那个 环岛319相争领部长 骑上他心爱的小姑姑 融入旅游的常识中 一站一站地去盖章 一点一点地去体验 他是感动到 他最感动到的是 接受两个字 接受不同的天地人事物 每一个站每一个点 都从陌生到喜悦 最后沉淀在满满的回忆中 现在他心中永远充满着信心去介绍 谢谢 谢谢 3192走过吗 谢谢班长 谢谢班长 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一篇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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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好没关系 玉尼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 大哥可以进一步的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去过哪些城市 然后这些城市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因为你们的主题是最难忘嘛 对不对 最喜欢 最喜欢 你最喜欢 到目前为止 319你最喜欢哪一个城市 就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再找问题 因为你如果要累积成一个新闻稿 或是一篇新闻报道的话 你要从问题里面再找问题 那你的点就是微笑319 笑着做自己喜欢的旅行 319笑着旅行 或是喜欢微笑的小旅行 319相争气心 然后谢谢谢谢 类似这样子啦 我开始想要了 好谢谢 玉尼该得 你写了六百 谢谢 没有吧 来来来 谢谢看 我们的题目是 30年临时务的公布人生 雷时务 这是大安社区大学环境大学 大学环境环境长 房屋 哎是吗 房屋 房屋宝达哥 是一位最久的公务员 以借尔春季年的他 谈到人生中最喜欢的一段时光 他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 公务员的三十年生涯 他的公务员工作 主要业务是河川的工作 工程 那河川的工程内容 也许比较没有什么大变化 但是他用心的做好分裂的人 的一件事情 30年的公务员生涯 他就没有得到任何一致生计 并且巧工不断 处事 他 他处事 平时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 无论被上市或下属都只连不贵 在此场中很多情况可能使人放弃自己的原则和模特务 但是他要聪明的折伤不止 默默付出 然后 呃在这样子的努力之下 还是可以让自己的财务受到上市的上市 然后我必须获自身签 这样 谢谢 所以你给他的标是 30年零失误的公务员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这样很棒 很棒 30年零失误的公务员 好 那因为你写的太好了 所以我要跟你说明的 哈 OK 我们现在大家来帮你想更好的标 30年零失误的公务员人生 如果这个30年我们可以换成一个替代词 可以怎么样来换 30年等于什么 半甲子是25年吗对不对 一甲子 一甲子是60年 半甲子 半甲子零失误的公务员人生 可是新生蛋会不会像我们一样还要换帅 如果你觉得半甲子会不会比较好 就是不知道新生蛋会不会再换帅 没有关系不用担心新生蛋 如果你用半甲子的 像半甲子 什么 如果 如果 我只是如果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新闻写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点半甲子啊之类啊 或者四分之一的好试剂啊 好滋味啊什么等等 这是因为你写的太好了 我必须要对你计算挑骨头 好 所以这是只是我的建议 你在下标的时候 或许有 你更多的语词去替换 然后去去提 比方说你这一次 你写30年标题很好 然后你呃第一段第二段可以出现半甲子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有你的 虽然是同一个形容词 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那就做好 好我们谢谢玉婷 谢谢 他讲得非常精彩 下一组 来请 没关系你先讲 对 你先讲 拖到的题目是什么 我拖到的题目是呃你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对那我刚刚编写编校因为这个我们等一下这个是完全颠覆的一个报道 对所以那个桑梅老师等一下可能会昏倒 我的标题是凯莉的字典里没有永远的成功 成功是什么 成功太难了 凯莉的字典里没有永远的成功 凯莉说成功如果定义成搭乘你人生的梦或目标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因价值观的改变 不断的会有新的梦和目标产生 当你达到新的境界 就算达成旧的梦和目标 也无法称之成功 比如当我们十五岁时 第一次 比如当我十五岁的时候 第一次要当插画家 到了我十九岁的时候 我已经是广告公司的一员了 早就达成插画家的目标 但是在我已经变成广方公司一员人的时候 插画以及是我生活的技能 已经早就不算是一回事了 当我二十六岁 我的父亲因为中风倒下的这一刻 我的所有插画的成就 早就达到我现实的需要 我反而因为缺乏上路画画的专业而后悔 人生可以算是旅行 旅行你会期待远方 但当你达到远方时 你却发现远方地不存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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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你还是她 对 你开凯莉来 你请坐 你坐 对 对 不发现凯莉 好 好 虚姨写得非常好 因为 这个的凯莉 会不会太辛苦 我觉得这里没有永远的成功 好辛苦 凯莉的仰念平常很大 有没有A型人格 不要太辛苦 什么是A型人格 就是很多 很多都要很完美 然后就是要打标 这样子 对啊 太辛苦了 我们轻松一点 上课要很轻松 那 淑莉 唯一我要建议你的是 因为你写她 你不是她 所以不能用第一点称 对对对 这是新闻港 对不对 没关系 所以这个很好 这个不要再想好 没有永远的成功 是打破这个题目 好 那个思考非常有意思 好 那改成 就是那个人称的这个写法要 叫你第三人称 比较清醒的旁观者去看凯莉 人生可以算是游行 游行你会期待远方 旅行 游行 游行 不是 哦 旅行 可能我参加更多的游行 我刚刚刚我们抽到这一个 这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呆掉 呆掉了 因为就是说 一时之间 要我们讲一个成功的经验 那其实是有一点难 对 那因为我们其实对次我苛求都蛮大了 那尤其是凯莉 我是讲一个我照顾的经验 那但是凯莉她整个 就是说 她没有办法收出成功的经验 所以我回过头来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采访之后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真只有十分多的情况下 所以我就回过头来 我先问凯莉 凯莉你会不会告诉我 成功 你会成功下一个定义 对 因为我们要先对题目下一个定义 那所以凯莉就讲了 就开始讲就是今天的重题 凯莉我们给你慢慢写 你慢慢写好 不要有压力 好 来下一组 谁要谁谁谁来 来来来 欢迎来来来 到前面来 就你啊 对啊对啊 就你啊就你 你们抽到的题目是 最讨厌的人是谁为什么 最讨厌的人是谁为什么 我不太会写这么报道的东西 所以我写的 请老师给我指证一下 我定的标是失温的感情 他让他在数次分分合合中最后的选择 人事转身离去 他碰过于他能坎坎而谈的谈论各项社会议题 并提出各种意见 可以面对感情的表白 却如此的沉默 每次的分分合合都来自他的主动决定 而他总是选择接受 这个无语的沉默让他无法感受到明确的感情温度 模拟两可让他感到不耐最后放弃对这段感情的期待 事后的反省中他告诉自己 不再让自己掉入相同的感情困境 不让自己再陷入无法相互呼应的情感失温困局 非常好 等等就我们看一下 你的标是 失温的感情 那失温的恋情我们会不会觉得比较 感情跟恋情 你看我只是觉得有两种替代的方式 或者是失温的什么 或者是失温的什么 我们可以再想一下 失温的感情我觉得很好 只是有不同的替代替代 然后这样是比方说黄静文表示 黄静文表示 因为这边有太多的他 有的时候我们他如果写一次后面还是要提到他的名字 对就是我们如果一次静文的话后面他 他两次之后再来一次静文 然后静文在写的时候后面可以用他 那静文还是要反复出现 这篇文章写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 实在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很有感情 你把他的心声都写出来了 不愧是女人最了解的女人 好非常好非常好 我喜欢这个标题 失温的 练静 对练静主不有温度的 好 那那个就是 你可以写他的爱情哑了 好 或是等等 就是这种等等 好来来来 我们按这个爱情哑了还是要继续发音了 好来来来 大家好 那我们抽到的提议是那个令人最讨厌的最讨厌的人 然后因为那个明明节不用最讨厌的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难写 我们就请小米老师多指教 然后我下个标题是自私的举止是令人讨厌的 那美尼没有最讨厌的人 而是他对某种行为举止是比较 比较觉得不OK 然后他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观察心意的人 他会发现对方自私自利 不顾大觉那些人的一些举止 就会让他觉得相当的不舒服 例如说 他在光菜市场的时候呢 发现肉商会把不要的肉丢到水锅里 像这样自私的举动呢 会让美尼觉得不适切 那么他也有主动制止的经验 但其实主动制止是容易引起冲突的 或是呢 在美食街里看到商家 看着商家一路淀路 然后在电锅里加水 接着就启动电源 换句话说 商家并没有洗米 面对家的商家 没有觉得只能选择不要再去消费 那如果此类反映出 彭梅宁的介绍里面看到 他对于社会上 不考虑他人的利益的人 是相当反感的 谢谢 最讨厌的人其实蛮难写的 自私的举止是令人讨厌的 如果他讨厌的是一个动作 我刚刚想到一个标题叫做 环境亲道夫 我们只针对一件事情 亲是亲道的亲 亲 对 亲道夫 亲道夫 因为那个鼓鼓应该